哈喽,大家好,我是Danny,欢迎回到我频道Danny的澳洲比例 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你有三个孩子 而且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奖学金的获得者 你什么感觉 那么今天这期呢,我就来到朋友Lisa家 Lisa的三个孩子呢,非常优秀 老大呢,是学术类奖学金获得者 老二老三呢,是general excellence奖学金 总是体育类的 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请Lisa和我们聊聊 澳洲中小学啊,这个奖学金的信息 哎,哪些呢,更适合我们华人 因为毕竟嘛,不是所有的奖学金都需要考试的 当然了,奖学金呢,只是一个表象 那么如果三个娃都能获得奖学金的话 那这背后对孩子的引导和教育 一定是值得借鉴的 所以说呢,视频的前半段,讲完奖学金呢 视频的后半段,Lisa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她如何培养出三个奖学金的孩子 这个背后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那么如果你也想让自己孩子特别优秀 那么这期视频呢,真的是值得收藏起来 反复去观看 嗨,Danny,澳洲比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Lisa,三个女儿的妈妈 那今天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澳洲的奖学金考试的一些经验 和我育儿的心得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帮助和借鉴 Lisa,非常感谢啊 这个您作为三个优秀孩子的妈 这个有很丰富的育儿经验 咱们先说这个奖学金 因为确实很多华人表感谢 军军下公司要大概介绍一下吧 关于这个澳洲这个小学中学这个小明星 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考啊,大概分类什么的 OK 关于考试的时间呢 一般的每个学校它在网站上都有那个说明 不过大部分都是四年级考 五年级入学 四考五这样 然后呢,六考七 八考九 那有的学校呢 是从七年级以后 每年都有考试的机会 那尤其是有一些女校 它就是这样子 那有一些比较 声援比较充足的学校 waiting list很长的学校 它呢,一般的就三次机会 那关于奖学金考试的类型呢 一般的分为ASA考试 AAST 还有EduTest 这三类 您的孩子都是 怎么 就您怎么去 就给您孩子选一奖金呢 这三类 首先这三类考试呢 它就说明了这个私立学校 它对学生培养的方向 它要什么样的孩子 你比方说 像Coffee Grammar PLC MLC 他们要住 他们是ASA考试 这个ASA考试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偏重于文科 写作类的 那它有一个说明文 那要写一个说明文 它有一个小短文什么的 它的写作的分 占分比较多 那说明这些学校 它其实是相对来讲 偏重于文科的 那AAST呢 它是偏重于逻辑思维 和creative writing 它就是说创造力 那你像一些女校 一些女校都是这种类型的 像Saint Catherine Lawriston Melbourne Girls Grammar 还有 还有好几 女校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一个考试模式 那EduTest呢 它是偏重于基础知识 和逻辑思维 你像混校有Wesley 那其他的像男校 Trinity 好像Melbourne Grammar 还有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呢 好多学校 它考试类型呢 在网站上也是有的 但是考试 这个为什么选择 这样的类型呢 是match它学校的 教学的方向 培养人才的方向 那么你的孩子 偏重于哪一方面 有什么特长 那你因为你最了解 你的孩子嘛 那你根据你的特长呢 去选择学校 那学术类之外 还有其他的奖学金 什么奖学金 除了学术类之外 我们华人最喜欢的 就是音乐奖学金 对对对 音乐奖学金 你看就是 而且音乐奖学金 off给华人的比例呢 应该都是在80%以上了 我目前知道的学校 拿奖学金的 那个西人也是有的 西人也是有的 但是呢 华人占大多数 那音乐奖学金呢 好多家长也 就觉得可能学音乐 学什么乐器都行 都能拿到 但其实呢 首先呢 学音乐就是说 钢琴肯定是 很难拿到 除非你在 三年级四年 你就谈到Amos这个level 你才能拿到 钢琴的这个奖学金 否则的话 这个因为学校的乐队 只需要一个钢琴嘛 它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这个钢琴 是比较难拿的 因为学校给你offer 音乐奖学金 除了觉得 你音乐方面很突出以外 你还要为学校做贡献 你还要能够 带领他们学校的乐队 成为一个骨干力量 参加所有的音乐的 乐队的演奏 那么就要看这个乐队的 需要什么乐器 对 就是说家长做一下调研 对对对 需要哪类的乐器人才 对 就通常小提琴是最受欢迎的 我说很多欢迎 对 小提琴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因为很多人学嘛 所以他这个非常competitive 你不到一定的level也不行 你像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在四考五的时候 他就已经拉到七级八级的水平了 就四年级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他就要到那个水平 五年级的时候 他都要到Amas的水平 他也反正也拿到了 一个学校的很高额度的奖学金 但是拉的也确实是挺好的 那么其他的乐器呢 就管乐 像管乐呢 就双黄管 Obo和那个French Hall 这两个乐器 对法国号 这两个乐器呢 是私校比较喜欢的 因为这两个乐器 一个是难度 吹的难度大 这个如果你去学 这个费用也挺高的 那可能很多西人 不太愿意去投入这么大吧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的那个 骑驶的年龄 不能太低 你比方说 你像你牙都没换骑的时候 你怎么吹呀 你一定要带这 对 一定要在一定的年龄才开始 但是我们华人的孩子呢 一般的从小就学钢琴了嘛 四岁五岁开始学钢琴了 那学French Hall 或者Obo呢 两年 你就能吹到八级 对吧 对 有这个乐理 音乐的基础和乐感 这些食谱啊 能力什么都很强了 那拿过来就吹 只是说 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剑子怎么安就行了 你的其他的已经ready了 那好多人 两年吹到八级 一点都不稀奇的 但是你对于一个 西人的孩子 你让他 你让他去吹 很难的 没有音乐基础 对 所以就我们华人 为什么占优势 有可能也是在这里 那除了 除了学术 因为我们华人最熟悉的 那还有一种奖学金呢 其实是好多人都不知道的 好多人也不太注重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奖学金呢 好多是不用考试的 不用考试的 对对对 有一些学校 它是不需要你考试 对 在学校里 这个就是学校 它不列在这个 就是有体育奖学金专门的 它叫General Excellence General Excellence 有的学校不需要考试 你比方说Coffee Grammar Vesley 还有一些学校 我就 我也没有做过research 因为我只研究 我家周围的学校嘛 这两个学校是不需要考试的 那但是呢 General Excellence 不是意味着 你得什么都会 什么都好 音乐体育 学习什么样样强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你学习 没有那么差的情况下 它不要求你特别突出 它就是说你不差 你above average level 在平均线之上 那么你有一项 特别的突出 或者你获过什么奖 那其实呢 就是说一个潜规则呀 学校都愿意把这个 这个奖学金给体育生 潜规则 给体育生 就你只要是在 state level 省队 或者是国家队 那国家队呢 一定会给的 你女儿 这个是国家队的吗 对对对 我两个女儿都是在国家队 那么就我二女儿 当年也是国家队最小的 后来我的三女儿是 又刷新了记录 又成了国家队年龄最小的 那对我们这个 也是非常感恩的 也是很幸运的 因为之前呢 国家队没有招过这么小的孩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 有这样一个机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然后呢也 而且他们俩去的学校呢 一个学校只给一个奖学金 那我们家呢 校长特批了两个 所以我就觉得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非常非常的幸运 对啊 还是您这个培养比较好 哎呀没有过奖 因为孩子是上帝的产业 我们作为父母 有责任和义务 去贪护好他们 非常棒 大家就录完视频啊 我们要跟这个国家队的小朋友 来交交手 我们乒乓球国家队啊 跟我们国内中国那些什么市队什么 估计小俱乐部都没法比 我只想体验一下 现在进入中场休闲 可能最近奥运看多了 当然这段是我后来补录的 就是说完奖金呢 我想跟大家讲是 大家不要把奖金啊 看得特别功利 不要为了虚荣面子省钱 逼个孩子去讨奖金 因为这一切一切的前提呢 都是孩子要有兴趣 那我们之前陆里七视频啊 是关于龚小和思小里面 采访的斯蒂文大哥 那他还真是掏着心摸子 他跟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大实话 就是你逼着孩子 做一些你认为有用的 其实到头来呢 如果孩子没有兴趣 一切都没有意义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正确引导孩子 引发他们的兴趣 并且呢 未来这个兴趣将会成为 他们工作的内容的话呢 那这个孩子一定是被上帝眷顾过 当然了 就是尤其一些孩子比较小的家庭啊 对于家人来说呢 这个逼迫他们和正确引导出 他们的兴趣 之间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做这期视频的一个目的 因为Lisa的三个孩子这个奖学金呢 没有一个是逼迫 全是通过正确引导来获取的 所以说后面呢 我们就请Lisa来聊聊 他是如何来引导孩子产生兴趣 获取奖学金的 那为了感谢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我和Lisa之间的一些对话呢 包括更多Lisa一些具体的分享的信息呢 我放进我的会员频道里去 当然了这个普通的视频也足够能够帮助到你了 但如果你希望将来能得到更多这些优秀人士 一些经验建议信息等等 那么我真心建议你啊 加入这个会员频道 绝对能帮助到你 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父母呢 来一起成长 那么如果你是苹果用户呢 手机端可能加入不了 你要从电脑这个单调桌笔记主页上加入 那么安卓手机系统呢 就直接可以在手机端加入就好 Lisa这个三个孩子这么优秀 你说了半天感恩 但是我相信啊 这孩子优秀一定离不开父母的培养 这样您跟我分享分享这些经验 其实吧 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 也是父母成长的过程 没错 就是说 就是我在生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根本就还没有ready当一个妈妈 因为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吧 我的妈 爸爸妈妈也没管过我 我14岁我读初中 然后读高中 就不在家读大学 然后呢就大学毕业在外地 好像跟父母也没有相处过 也都不知道父母是一个 就是说妈妈这个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完全不懂的 所以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就到现在我都记得一句话 我跟我的妈和我婆婆说 我说生是我的事 养是你们的事 因为在我的这个概念里 就是养孩子就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该干的 那爸爸妈妈就是要工作的嘛 我那时候我还在国内 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 在国内出生 我那时候也开离仪公司嘛 我就觉得这不是正常吗 我就这么长大的嘛 天经地义的 对 然后呢孩子在一出生 我们就那个移民就批了 批了呢 我还等到孩子两周岁 因为什么呢 我要两周岁 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走了嘛 离开了嘛 对吧 断奶了孩子 很正常对吧 来了以后三个月 我就想孩子想到 因为在国内虽然我不管 但我可以天天看到嘛 三个月我一下就觉得不行 我的生活里没有孩子 我就痛苦的不得了 我就飞回过 把孩子给带过来了 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自己去带孩子 但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呢 也完全不懂什么叫陪伴 那孩子你在那里干你的 我干我的 我跟你待在一起 不就陪伴了吗 对吧 孩子滑滑梯 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呢 我就在那玩我自己的事 干我自己的事 那要有手机 我肯定玩手机的 但是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么叫培养 孩子换了五个幼儿园 因为我们刚来不稳定 不停地在搬家 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第一个早上一开门送去 晚上关门出去接 就希望你只要不跟我在一起就行 真的就我自己先图个清静 就是这种心态 那后来就刚来 我们刚来三个几个月 我就意外地有了老二 那老二生下来呢 可能是好一些了 但是呢 还是在那样一个不成熟 就我自己作为一个妈妈 没有长大的一个状态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陪伴 那我的老大呢 性格就非常非常内向 他就喜欢画画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 他可能是 他的那个需求 没有得到及时的满足 和情感上 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 所以呢 他就在自己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天天的画画 画的确实也很好 那他就是这样一个内向 非常 每一个老师都说 他very quiet 我当时我很美 我说我的女儿多乖呀 多安静 我很开心 我有这样一个乖孩子 所有人都说 你孩子很乖 那到了我老二的时候 我老二就是非常的闹 就哭起来 那简直就是 我要半夜 抱到大街上去走的 就是这种孩子 然后呢 我就为了 让他不打扰别人 我就 在跟他出去玩的时候呢 我就要转移他的注意力 那我就学会了跟孩子玩 因为他老是打人 伸手就打人 我就要转移他的注意力嘛 那过了没多久 我又意外的怀了老三 说实话 三个孩子都是意外 那我想 那这个 老天的旨意 让我有了三个孩子 那我就 我就接受吧 我没有选择嘛 我就说那就算了 反正比中国的独生子女 总是额外的恩赐嘛 那我就接受了 我真的就是 生完老三以后 就是从怀老三开始 我就在思考 如何做一个母亲了 然后我就开始读一些 育儿的书啊什么的 继续怀孕的时候 人家问说 你什么时候生个老三 你怀孕几个月了 我都说不知道 我就知道我什么时候生 就根本已经都不在乎了 就是孩子到第三个 那真的就是当猪养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 不能当猪养 我得学习一下 怎样当一个母亲 那同时呢 我也开始关注 我老大的性格 我就觉得安静 已经不是个什么好事情了 然后呢 我就开始努力的跟他陪伴呀 聊天呀什么的 那逐渐他现在长大了 后来他学习上 他其实在五年级之前 他的数学 一直都是在慢班的 我作为妈妈 我竟然是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在学习 在慢班 澳洲的学校不都一样吗 送学校晚上接嘛 对吧 教育不是老师的事情吗 就是有一件事情 对我感触是很深的 因为我的孩子在一个教会学校嘛 那么新换了一个校长 校长第一天演讲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我们学校和我校长 是帮助你来教育你的孩子 那你是教育的主体 在我们的认知里 不是学校是教育孩子的主体吗 为什么我来教育 花钱到你的学校来 为什么 你还让我教育 我为什么要花钱到你的学校 我当时第一想法是这样子 但是回来以后呢 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好像是我的角色错了 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育儿的书 包括听那个樊登读书 什么这些东西 他把它所有的跟亲子有关的 如何养育女孩 还有什么孩子是你最好的玩具 所有的那些书 我通通听了一遍 通通听了一遍以后 我发现我真的是方向错了 尤其是老三出生了 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妈 我婆婆 我跟家里所有的人讲 孩子 你们不能给我动 这是我的 我要自己带 家务活你们 随便干 我肯定不跟你们抢 然后呢 我老三的性格是最开朗 最阳光的 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老三呢 被我呵护的太好了 我都没有跟他大声讲过一句话 当然也是因为孩子很乖嘛 我也没有跟他大声讲过一句话 所以他的受挫力就很差 他后来打球的时候 教练稍微一大点声 他就开始哭了 一直到现在 他也是个非常爱哭的女孩 但是这并不妨碍 他成为一个非常阳光的孩子 他非常非常阳光 而且呢 非常非常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缩所缩脚 因为我喜欢听书嘛 尤其那个樊登读书会 他不是给樊登做广告 我确实挺喜欢的 我觉得很多人也听 有一次我听了 我记不得书名了 他就说孩子 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不需要给他物质的奖励 或者什么 你就说谢谢就够了 所以这件事呢 对我触动是蛮大的 孩子无论给我做什么 我都会说谢谢 尤其是孩子取得好成绩 我也谢谢他 孩子那个就是 反正事无巨细吧 我都会感谢 那我同时我也收到回报 就是孩子对我也是感恩 也是非常感谢 尤其是我的大女儿 她前一段时间 打工在披萨店 16岁了嘛 开始学车 开始打工了 第一周拿了50块钱回来 我就问她 我说你这钱怎么花呀 她说妈妈 我攒够了钱 我想带全家人出去吃顿饭 我听了这个话以后呢 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说孩子 你有这个话 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能听到 我觉得在我印象中 孩子就是不断地 跟妈妈要钱 你要给我钱买这个 你要给我钱买那个 但是她说我赚的钱 我要带全家人出去吃个饭 就是这种对家庭的感恩 和对家庭家人的爱 真的就这一句话里 我就觉得我 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孩子 觉得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 对孩子的成长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从小是在一个 我爸妈就是可能那一代人吧 就经常会拌嘴啊 吵架啊什么的 这种环境里长大的 我就很缺乏安全感的 后来我爸我爸妈 也接到澳洲来了 他们跟我在一起住 在一起住 就他们那种讲话方式 我非常不能接受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们分开了 他们现在就住在 我旁边的一个房子 我就情愿供两套房子 还两套房子的房贷 我也不想跟我的父母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不想让他们的生活方式 影响了我孩子的成长环境 因为我已经是一代受害者了 我不想在那种 那种环境中 把第二代的那个孩子给影响了 也最好是不要在一起住 我父母 你看我爸也 刚才过来给我砍树什么的 也帮我做一些活 但是他们强烈的要求 跟我在一起住 我呢就毫不留情的拒绝了 然后给他们单独的弄一个小房 弄一个小屋 然后给他们各种 反正是离得也不远 走路距离 他们不会开车 又不会讲英文 但是呢 就是我身手能促及到的 这个距离 我能照顾他 但是他们也都能动 也能干活 他们也不需要我全权的照顾 那我觉得这个距离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安全距离 非常好 他们也有他们私人空间 我呢也保证了 我孩子成长的一个 良好的环境 因为我先生呢 因为他工作很忙嘛 他也对家庭生活 参与的比较少 但是呢 我就会告诉孩子们 爸爸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就要感谢他 当然我老公在的时候 我从来不说的 但是老公不在 我是一直在跟孩子灌输 这个理念 老公在 他肯定会骄傲的嘛 所以就 他肯定会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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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